我想是第一次 見到這麼多香港重要的夥伴 那我花一點點時間呢 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我們的策略是這樣子 為什麼我們要專注做這件事情 好不好 因為我自己覺得我在如心 我學到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在所有的員工 我們想要知道說我們做的事情 到底對我們的領導人 到底對如心有什麼意義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叫我們所有的員工 去聽老師的故事 聽老師為什麼做如心的故事 你們應該有這種經驗對不對 我們的EP 只要跟你們訪談的時候 或跟你們聊天的時候 都會問說你為什麼做如心 對不對 你的堅持是什麼 為什麼你願意改變 那你為什麼都會來到如心 你覺得為什麼你會做成這樣的選擇 可是我常常會是這樣的在想事情 就是說如果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一定要知道為什麼 why是什麼對不對 why是什麼很重要 當我知道why是什麼的時候呢 我才開始想說我要做到什麼 我要how或what做對不對 那我今天跟大家講說 part of three為什麼很重要 大家都知道 老師也常常跟我們講 在如心要做的事情是什麼樣事情 就是要能夠累積的事情對不對 能夠累積很重要 因為我們不想要 我們的人生不斷不斷的重來 我們也不想要人生掌握在別人的手上 對不對 所以累積的事情很重要 那什麼是累積的事情在如心呢 第一個 你不斷不斷的分享 你使用產品 讓你自己的健康變好 讓自己變美麗 這是不是累積的事情 是的 這非常非常重要 一句話很簡單 沒有的健康什麼都沒有 對不對 這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就是 你怎麼樣累積你的能力 累積你的能量 累積你的團隊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對不對 對齁 大家都認同吧 認同嗎 認同 好 part of three 三件事情非常重要 大家累積你自己的健康 累積你的客戶 還有累積你的人脈 累積你的人很重要 對不對 大家應該知道 每一個人進來如心的時候 如果每一個人都能夠留在如心 是不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情 是嗎 是對不對 好 我們透過如心 有很多方式讓夥伴你們留下來 第一件事情 我們可不可以透過產品讓他留下來 可以對不對 第二件事情 我們可不可以幫助他改變他的收入 幫助他改變他的生活 讓他留下來 你可以對不對 所以這兩件事情是不是很重要 來我們來看 part of three 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ARO 忠誠科目 是不是 你們有 你們回想你的夥伴 在這邊 我相信有很多的老師 可能加入如心 可能我昨天有聽到有三十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的 那我自己二十五年 我自己在如心裡面 聽到所有老師很多的故事 你會發覺很多很多老師呢 他成功之後 他在想說他為什麼做如心的時候 可能只是一個什麼 冰河你 對不對 可能是姊夫爸 對不對 可能是什麼 Lightpad 可能是很多180都有 很多人都不一樣產品 但是都因為產品 在他身上發生很好的效果 他開始留下來 而且覺得這個生意可以做 對不對 所以很重要 如何讓你的客戶覺得產品很好 持續使用很好 ARO非常重要 這是可以累積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要把夥伴留下來 夥伴留下來對不對 怎麼樣留下來是最好 在公司的data裡面 數據裡面 我們發覺 這件事很重要 如果你的夥伴 進來三個月之內 三個月之內 他能夠賺到200塊美金以上 他存活下來的機率 跟成為我們的bring rate的機率呢 幾乎是百分之九十幾到一百 各位這件事重不重要 重要再一次喔 三個月之內 他收入超過200塊美金以上 他成為bring rate跟留在如心的機率 非常非常的高 這是很重要喔 所以早期收入很重要 而且要快速 第三件事情 在如心不是公務員對不對 我們每一個進來 每一個夥伴來到如心 他都有他中心中的why 他都會希望他能夠再縮短他的努力 然後累積他的努力 然後讓他的未來 可以更有能力去改善他的家庭 或者是幫助更多的人對不對 所以目標設定是不是很重要 每一年的目標設定都非常非常重要 我常常跟我 我常常聽夥伴 聽老師講喔 每一天 每一年如果你有目標的話 即使 即使 你最後沒有達到那個大的目標 你也是在往目標的路上 對不對 你也會累積很多的能力 很多的夥伴 跟很多很多的這個經驗對不對 都是的 所以目標設定非常非常重要 power3就是專注的其實三件事 都是在做可以累積的事情 可以持續的事情 然後可以把人留住的事情 這樣同意嗎 同意齁 所以是不是很重要 那化成齁 如何化成就是每一個夥伴 我們在跟夥伴溝通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 你都要說專注這些事情 可是專注的事情目標是什麼 對不對 目標是什麼 第一件事情目標就是ARO15個 15個ARO以上 那我不曉得 大家會不會問Charlene說 Charlene為什麼訂15啊 什麼意思 為什麼 其實公司喔 在公司所有的這個 全世界的Data裡面看 我們發覺 如果我們的品代BrainRap BrainRap 她如果每個月有15個客戶以上在訂貨的人 15個客戶以上 她的3000分到5000分幾乎是穩穩的 幾乎是穩穩的 所以呢 如果你看 如果我從BrainAffiliate進來的時候 進來的時候 我就開始累積的時候 你會發覺15克 她當然她上了NewBrainRap的時候呢 她就非常非常穩定 這是不是在做累積的事情 是嗎 是對不對齁 好 那月月5000分很重要 各位齁 各位如果知道我們為什麼要 我們往後公司的制度裡面齁 你會發覺要不斷不斷的 Building的團隊的時候 每一條每一條的leadership team 很重要對不對 那每一條leadership team 第一條大概就是幾萬 多少分數 大家知道嗎 對 好 起碼第一條是多少 一萬分對不對齁 如心是在做複製的股市對不對 不斷不斷的複製 不斷不斷的 如果每一個人 起碼都有5000分 5000翻動5000的時候 就會非常非常的厲害 非常非常的厲害 然後你會發覺 我們的獎勵制度 4000分以上呢 開始 4000分以上的話 她的Building bonus 就會開始增加很多很多齁 所以各位齁 人人15克 我們發覺月月5000分 這很重要 我們發覺月月5000分裡面呢 你們知道全世界 好像台灣也是 香港最近的data也是這樣子 我們所有的LOI 百分之五十七十 都是來自於5000分以上的brain rate LOI就是來自於5000分以上的brain rate 是不是很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想說的是呢 如果齁 我們現在開始網 人人15克 月月5000分 我相信大家都在這邊 大家都是這裡 這個策略的執行者 慣行者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說齁 各位你們知道其實現在 什麼速度都很快 科技變得很快 人溝通也變得很快 產品有用 有支出效果的速度也變很快 是不是 各位真的齁 我簡單講一下齁 除了TRM TRM真的很有效之外齁 快速有效 那我們接下來那個新產品 是不是也很有效 是不是 就三到五分鐘 你就開始感到你的不一樣 對不對齁 好那接下來還有一個 大家應該最近是不是很看到很多的那個資訊 那個睫毛那個產品 是不是很有效 各位你知道嗎 其實女人齁真的很辛苦齁 你們 你看笑的人都知道女人很辛苦齁 因為 就你知道嗎 就要做睫毛要幹嘛 然後做了睫毛又不能揉眼睛 真的很辛苦 我一看到公司這個產品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這也太棒了吧 然後呢 其實你真的是用一個禮拜到四個禮拜齁 你發覺真的 我們有很多的聽到人告訴我 怎麼跟那個駱駝的睫毛一樣 我是說有沒有這麼誇張 結果他就弄給我看 真的很誇張 連下睫毛都是這樣子齁 所以速度是不是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我想跟各位分享就是 現在我已經看到台灣齁 台灣人人數會越越五千分 不是發生在近來很久的Brain Rap 而是發生在新的Brain Rap就這樣子齁 我昨天才看Data 因為我常常跟很多夥伴開始講說 從去年開始去年年中 我就開始看到 因為去年年中 大家記不記得是做Rumi I.O的那個review 我就發覺有一個夥伴 他五月進來 七月 七月成為Brain Rap 然後呢 七月他的第一個月是六千多分 再過兩個月 第三個月呢 兩萬多分 各位我想問各位一個問題 如果你的夥伴 新夥伴 新夥伴 一進來能夠五千分 新夥伴New Break Rap 五千分之後 然後兩萬分 請問你下一個月 需不需要跟他說 你做業績了沒有啊 你怎麼有沒有去行動啊 你覺得你需不需要 就跟他這樣講 真的不需要 我昨天看兩個人的 新的Data的報表 因為我都會 我現在會請我的同事們呢 幫我抓出 大概三到六個月的新主 新的Brain Rap 他們的收入 我看到一個 今年喔 四月跟五月的 New Brand Rap 就是他的新主任日 四月跟五月的收入 給大家猜一下 你們知道他收入多少嗎 大家要不要猜一下 33萬台幣 請問33萬是 這掌幣是 8萬塊 各位恐怖嗎 恐怖 而且我告訴你們 他們老師告訴我說 我們都不用去跟他問說 欸你這個月怎麼沒有行動啊 好像還沒有進度啊 都不需要 真的都不需要 所以我想跟各位講說 人的15克月月五千分 如果化為內功 每一個人進來都做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你的團隊 開始的速度是有非速 非速在做的喔 那我當然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為什麼有些人可以這樣子做到 其實 其實專注 當你有個新夥伴 他產品用得很好的時候 你就幫助他建立15克 幫助他建立五千分 速度很快 要速度 各位記得喔 速度很快 然後翻動去理由 齊心拿獎金 這個呢 我們的同事一直在跟我講說 我只有15秒而已 好 沒關係我跟大家講喔 人的數克月月五千分 翻動去理由 齊心拿獎金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結果 上半年 我們可以看到 我昨天有講喔 5張ARO的以上的人呢 我的夥伴呢 我們成長了91% 20張呢 成長了300% 300% 就是從沒有到完全很多 到30個 接下來 看各位的好不好 我們要不要持續做 要不要做有累積的事情 一定要喔 這非常非常重要 重點是呢 我們五千分的比例呢 增加了46% 我們給自己一個再分享好不好 然後呢 除了這個以外 我相信呢 所有的領導人都知道 機會呢 其實是要掌握的 對不對 接下來 這個產品 這個新產品 WareSpa IO呢 其實也是一個非常非常 一定要掌握住的 掌握住的產品 然後我發覺香港領導人 非常非常讚喔 我幾乎喔 打開我的FV IG呢 大家的託文啊 讓整個香港這個市場 對於這個WareSpa的這個期待呢 都非常非常高 你們有沒有很多夥伴跟你講說 可不可以多一點量多一點量多一點量 有嗎 有吧 幾乎我告訴各位 你只要用上都有感覺 我的老公是那個很鐵齒 你們什麼叫鐵齒嗎 鐵齒不知道 就是呢 你跟他講說 你有沒有那個夥伴 就是新夥伴 你做了那個Boost以後呢 鐵歪掉 我可以這樣講嗎 這裡有沒有 Legal的人 沒有 鐵歪掉的時候呢 他明明就歪得很嚴重 他就說沒有啊沒有啊 好像還好 有沒有這種人 有嗎 有嗎 我老公常常就是吃了有感覺 他還會跟他講說還好啊還好 那個WareSpa 我就跟他用了一起 因為他打那個 那個Pable Tennis 對 然後年紀有一點 常常會扭到腰 我又講了立功 沒有人看我 沒關係 我就幫他用 他就說真的有效 因為本來你只要打完 就要貼那個 貼 貼藥膏 貼藥膏 對 他就覺得真的很有效 所以我相信只要不要用 只要用上了 就一定要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掌握這個機會 好 那 我們也有手拼 手拼的這個體驗達人的 簽約模義士 我相信現在非常非常的活樂呢 讓我們這台儀器呢 到處去幫助更多的人好不好 好 那接下來呢 我也想跟大家講說 真的是 我昨天有說了 謝謝所有 我們的香港的團隊 尤其是我們的領導人 我覺得 大家一起做一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對不對 對 是嗎 好像很小聲欸 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是跟各位講 如果是紅燈呢 紅燈是不能走的 對馬路裡面 但是如果一千個人一起走 兩千個人一起走 紅燈就可以變綠燈 對不對 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專注做一件事情 我們不斷不斷的做 我們的盡心人 然後不斷的做五個五千分 我相信我們香港 今年一定會有很棒很大的成績 好 那翻動去旅遊齊心拿獎金 接下來是什麼 維安娜對不對 下半年了對不對 我們已經是最後的時刻了 Let's call 希望我們所有的領導人 趁著這股氣勢 我們幫助最多最多的夥伴 我們一起帶他們去維安娜吧 好 一定記得 好 第三件事是什麼 專注在什麼 目標 是不是 專注在目標 然後呢 這是我們已經香港 我們幫大家準備好的這個